你玩过这种无论怎么压都压不扁的小奶龙吗 有人把它拆开 发现里面藏着迷你小奶龙 每一个都特别可爱 听说里面甚至还有夜光限定版的 到了晚上还会发光 真的太漂亮了 哇 这软糊糊的小奶龙也太可爱了吧 居然还藏着迷你小奶龙 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发光限定版的 看上去可真不错 走走走 咱们去小漫步看看有没有 小漫步我回来了 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小奶龙 竟然要卖20块钱 真实在是最贵了 以我的实力只能买个三个 你不知道我们不能开出现金版 胖嘟嘟的 太可爱了 直接开拆吧 这表情也太拽了吧 让我来找找看 我开 好像看到了 哇 第一个就开出了一个戴帽子的小奶龙 再看看有没有 好像摸到音音的东西耶 这里 哇 又开出了一个 简直是双黄蛋 这波也太欧了 再来再来 开 小奶龙 你藏在哪里呢 赶紧出来吧 呀 又找到一个 哇 带头带脑的太可爱了 继续看看还有没有 没有了 干干净净的 找到了三个小奶龙 都不是夜光的 只剩最后一个了 小伙伴们给我点个小东西打一波欧气吧 切开 切开 这个绿绿的是什么 限定版夜光小奶龙 再看看还有没有 还有还有 又出了一个 哇塞 我这运气也太不错了吧 哇塞 又找到了两个小奶龙 还是夜光限定版的 它在夜里真的会发光 太神奇了 我记得小高特别喜欢小奶龙来着 找他宣教去 秒夜